我们今天再重新跟大家讲一下赵老公的动作 赵老公的动作呢 首先是两脚分开和尖距离差不多 然后右脚稍后 不得像以前一样的调整太斜了 或者是很平稍后的动作就不得了 跟尖同宽 或者比尖宽一点点才对 然后基本上呢 我们先调整就是手上动作 手上动作 拉手的时候基本上是在身体侧面 身体侧面 直拍和拍都一样 出手收的时候呢 小臂弯进来的 是在基本上两个眼睛之间 但是不要收得特别糊 拉了以后要稍微有点距离 出手稍微有点距离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就是很多人他解决不了这个重心的问题 重心交换 然后攻球的重心相对比拉球幅度要小 不要太大的幅度 你这个地方在腰很多 摆的时候再右一点 触手再左一点 就比拉的幅度相对要小很多 在我攻球的证据 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把小臂要练走 把小臂练走 第二就是攻球还是要互相借上力 借上球的力 不要自身发力太多 一开始这样的 我们看就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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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打和回是一个完整的动作 不要在中间这走 停顿时间很长 我们停顿的时间是在这 停顿的时间在这 不要在这停顿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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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